最大的問題,因為還是不太熟悉 熟悉這個環境 所以第一個喔,特別注意喔,程式在哪邊撰寫 1,請你在Home的地方點兩下,有沒有,表單 2的話呢,在這個表單上Click它 就可以在什麼呢 在這個叫做CommandButton1的Click 這個叫做它的那個原件的名稱 叫CommandButton1啦 因為我們沒改過 除非你有改過,像剛剛有同學把它改成叫新增 所以變成新增底線Click 那後面的Click是你做了什麼動作 它會執行裡面的程式 所以中間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大概就是把剛剛的A到F欄的資料分別填上去了 可是填完之後呢,可能我還需要什麼 把那個填的那個總共會有幾個呢 總共會有1,2,3,4個文字方塊 當它填完之後呢,裡面再把它清空 那清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怎麼樣 塞一個空字串給它就可以 就是TestBus1.Test等於空字串 所以會寫四行 那最後的話呢,把游標再放回到哪裡呢 放回到第一個 那第一個叫什麼? 叫TestBus1嘛 如果你要把游標再放回去的話 它有一個方法叫點SetFocus SetFocus意思是說把游標 Focus嘛,游標放在那上面 那就完成一個cycle了 OK,應該可以理解了 所以呢,我們程式把它分別寫上去 大概就寫成這樣子 在講義裡面也有,各位可以參考 那裡面的話,我又在這邊再補一個什麼呢 補那個清除資料 所以第三段,怎麼樣清除資料 因為都一樣,TestBus1.Test等於空的 2也空的,一直到4 那最後游標呢,再放在什麼呢 TestBus1上面 其實如果你背不起來那個點SetFocus 這個也很簡單 因為你只要TestBus1點下去 它底下也會有清單提示 所以裡面的話,你可以打一個Set 打一個SET SetFocus就出來了 這個意思就是把游標放在哪一個 那個物件上面 所以我把它放在 游標放上去 就完成一個cycle了 所以基本上呢 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完成 我們的這個部分的基本程式 當然 還有就是說 我剛剛有設中斷點 剛剛同學可能比較不熟的 就是中斷點 意思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一下子執行完畢了 那你看不到細節 可是如果你要看細節的話 你可以透過那個中斷點 它在執行的階段 假設你把它執行 點擊的動作的話 比如說我再輸入一次 Enter 那因為我執行按下新增之後 有設中斷點 所以按下新增呢 它就會幫我把程式什麼 停在 這邊好像這個 這個我剛剛改了 那它會停在哪裡呢 停在我們現在這個中斷點上面 停在這個位置 意思就是說讓程式停下來 那你的好處是 可以再讓它逐行去跑跑看 因為你不知道說 R是什麼 你可以按F8 按F8之後的話 就下一行 這一行執行過之後 那你把游標放在那個變數上面 它會顯示R現在等於8 為什麼等於8 一樣嘛 像下追蹤嘛 追蹤是7 要把它加1 不就變8了嗎 然後呢 TestBar1裡面是什麼東西 每一個 你游標放上去 都可以看到一些細節 那這些細節主要是幫助 我們去看一下程式裡面現在的情況 如果說你確定沒有問題 你就把中斷點拿掉 它就結束了 其他的話就幫它執行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我剛剛做完的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總共有就是7個欄位的資料填完了 填完之後呢 也把資料給清空 清空完之後 游標又放回到第一個 第一個這個上面來了 因為本來是放上去 那介紹我可以怎麼樣 再輸入第二個人 Enter 其實如果你按照順序 Enter有沒有 它實際上呢 還蠻聽話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 再按下新增 又一個了 這種情況 你會發現它又清空了 游標要放第一個 那你再輸入下一個 其實這樣的話 其實蠻流暢的 所以你就直接專注什麼 專注在輸入資料上面就好了 又一筆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來輸入資料 基本上呢 就至少有個規範 讓使用者知道說填到哪邊去 給一個蘿蔔一個坑 但是 這邊 剛剛指的是正常情況 因為你知道輸入什麼 可是有一些使用者 他就是 跳出來之後 他什麼都不輸入 像這種情況有沒有 裡面都空的 假如說我直接按新增的話 怎麼樣 程式一定會掛掉 而且會掛在哪裡呢 增錯一下 掛在這個地方 什麼地方呢 算平均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 X82裡面是空的啊 那空的你怎麼轉型 怎麼去加 空的就沒辦法做運算 所以他會跳出一個訊息 這訊息叫什麼 資料形態不符 空的不是零啦 所以沒辦法做運算 那基本上呢 要怎麼去讓他 這個地方 不要 就是說 產生錯誤 基本上我們 會在什麼呢 這個程式的開頭的地方 撰寫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如果 有沒有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如果他等於空的話 那我就不要讓他往下了 而且跳出一個警告訊息 跟他講什麼呢 你這個地方沒有填資料 沒有填資料 我不能讓你過關 可是問題你要怎麼跟VBA做這個敘述 前面講過嘛 最重要邏輯 if 什麼呢 如果 第一個 我大家檢查有四個文字方塊 1234 所以第一個的話 如果 testbox 我先檢查第一個 testbox 1 裡面的文字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沒有的話 等於空的 then 當然這種情況呢 是不允許的 然後 end 先then 然後endif 就是 如果他裡面沒有輸入資料呢 那我要做什麼事情處置呢 第一個 當然呢 先 跳出警告 什麼警告呢 欸 跳一個警告訊息說 欸 我警告訊息是用那個msgbox 會跳一個什麼 對話方塊 那那個東西叫msgbox 空一格 後面的話 你給他文字 什麼呢 請輸入姓名好了 比如說你一定務必要請輸入姓名 那這邊的話 後面 給他一個訊息提示 就是 這邊我把它切一下 請輸入 姓名 OK 然後驚嘆號 三個好了 讓他知道說一定要輸入姓名 再來的話 後面加一個逗點 這個逗點指的是什麼呢 後面會 如果說你那個對話方塊上面 如果要一些圖示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一個XX的圖示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vbcritical 後面其實就是 就是按鈕的圖示啦 只是說他沒有圖示給你看 然後理論上呢 XX是那個critical 比較常用 好 再來的話呢 記得enter一下 欸 跳出訊息了 然後警告他了 再來做什麼呢 欸 游標再幫他放回去 所以你可以拿游標再放回去 這樣比較貼心 點setfocus 把它放在上面 最後記得 城市不能往下跑 因為呢 你現在如果說到這邊 如果 跳出 他下面還要繼續跑 所以記得再加一行叫什麼 isit sub 跳離 這個程序 這樣子的話就完成了 不過我現在呢 只有做一個文字方塊的篩選 如果你要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的話 請記得你就把它複製 貼貼貼貼貼貼貼四個 等於防呆四次就對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假設我今天 第一個 假設第一個 我先做一個 那我先把這邊停掉 因為他剛剛橙色跑 執行 如果我姓名沒有輸入的話 按新增 你會發現喔 他會馬上跳出什麼 欸 請輸入姓名 這個東西叫matchbox 那旁邊的話呢 會有個什麼呢 欸 XX 這個叫VB critical 也就是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在前面多一個XX 欸 那就是這個東西 那當他按下確定之後的話 我會把游標什麼呢 再移到這個test part 1 把它set focus 並且讓程式結束掉 就isit sub OK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欸 游標再放回去了 強制他一定要停在這裡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第一個就是防止未輸入資料而產生錯誤 那其他的部分都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邏輯的地方 一樣把這個邏輯再複製一下 然後分別再加上什麼呢 加上那個第二個 請輸入也許test part 2 然後呢 游標的話 然後再把它填在2 那以此類推 第三 第四 第四 分別就再去修改 修改 修改這個 就是把游標 就是再讓它 就是往下的話 再繼續去判斷 所以總共 如果你要判斷它是否為空的話 那第一種判斷方法 第二個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要判斷的是 它輸入的是什麼 其實我們在講義裡面 也有提到 新增按鈕 然後 請輸入資料 那這邊有程式 那其實當然呢 判斷的方法 我把它區分了兩種 如果你覺得底下這個方式 要判斷四次太麻煩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也許可以 用那個 只用一個 那裡面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test part 1 或2 或3 或4 只要其中有一個 沒輸入資料 就不要讓它過 那這種寫法是比較精簡的 那下面是個別判斷 不過上面這種寫法 有一個缺點就是 那將來游標要放哪裡呢 因為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沒停 不過沒關係 反正你乾脆就放第一個也OK 所以上面的寫法是 只要寫一個邏輯判斷 那下面這個可能要分別處理 四種邏輯判斷 所以請各位也許可以先試一下 那程式大概就是一個邏輯 加一個match box set focus 最後就離開 那這種是第一種可能會遇到的房呆 其實蠻常遇到的 你它完全沒輸入資料 然後就按新增 那程式一定 如果你沒有做防呆機制的話 那它程式一定會掛掉 所以這裡的話第一個 那可能後面想到的大概還有 比如說它輸入的資料 形態不符 比如說判斷是不是輸入一個數字 比如說呢 第二、第三、第四 二、三、四 這個一定要輸入數字 可是它如果沒有輸入數字的話 那我要怎麼判斷 其實你可以利用那個VBA 裡面有一個函數 叫isNumeric這個函數 這個isNumeric實際上就是 你只要把它的那個文字方塊裡面的資料 丟給它 它會幫你檢查看看 裡面是不是一個數字 那當然如果不是 不是數字的話 就不等於True 不等於True的時候呢 表示它輸入的是非數字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一定要跳出來 Meshbug 請輸入數字 後面一樣是VPCritical 然後呢 記得把資料清空 因為如果是第二個 把資料清空 一樣優標放上去 然後isNumeric isNumeric isNumeric 所以第二種防呆機制 是 當裡面 不是一個數字的話 所以一定是數字的話 就是 二、三、四 第一個 反正文字就不用判斷 二、三、四 一定要輸入的是 三個乘七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防呆機制 所以 我們變成說要寫 也要不要寫 也還是要寫三段 這個是 第二種防呆機制 那最後一種的話 就是 也是二、三、四 二、三、四 裡面的成績 即便它是數字 可是呢 它不能輸入什麼 可能要大於100的 小於0的也不行 所以如果是數字 再來就判斷什麼 是不是在0到100之間 如果這樣 基本上我想大致上 可能想到的這個防呆 你都防止的話 那基本上它輸入的東西 應該就是你要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做這些事情之後 你就不需要再回頭去檢查資料 是不是有問題 需要做 當然可能還是需要做 因為可能還是有落網之魚 那如果有落網之魚 你將來在城市裡面 再去防堵 那以後你這個系統 會更加的完備 也就是來的資料都是對的 那來的資料都對的話呢 你就不需要花時間去檢查 因為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時候 反而你檢查別人的資料 錯誤的時間 反而還比可能 你要做那個後續動作 來了更多 像很多公司 像一些電商公司都一樣 就是說前端 業務人員 隨便亂輸入一堆 你就給他一個 以色有檔 他就給你亂輸入 回來東西真慘不忍睹 你一直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樣子亂輸入 你浪費我的時間 他每還是這樣子 你怎麼跟他講 因為他也忙嘛 對不對 你怎麼去約束他 對不對 除非說你叫他的主管 他主管也管不了他嘛 主管業績好的話 就好了嘛 其他 那所以怎麼辦呢 你乾脆就做一個 像表單的東西 去規範他 那就是不要讓他很自由的 去輸入資料 這樣子也節省你的麻煩 這個動 這個部分可能很 蠻重要的 那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第一個 防呆部分 就是 不等於空的 第一個判斷 第二個是 是不是在 那個 就是一個數字 第三個是 是不是在 0到100之間 那是不是在0到100之間的話 其實在講義裡面也有了 if test bus 2 大於100 或小於0 這個是用偶來判斷 那你也可以用and and是什麼 他要在 顛倒過來 顛倒過來 他小於100 小於等於100 and 而且 要大於等於0的話 你可以用and 反正兩種邏輯結果一樣 然後我們就是 跳出警告訊息 請輸入0到100之間的數字 清空 然後油標放上去 跳離這個sub 所以 一樣 如果你要有三個成績 那變成你要寫三個判斷 因為這可能都重複的動作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三種可能 可以 預見的三種防呆機制加上去 加上去之後的話 基本上 我們 後面再做 輸入資料 其實就會相當順暢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錯誤 而且 反正你就是 一直輸入一直輸入 然後 就新增 就可以把資料填上去 那請各位 試著把剛剛講的這個方法 詞主題 再試一試 先進去 先進去 再試一試 princip